現在到Part 2 那剛剛Part 1是做訓練到核心的地方 然後Part 2我們現在要訓練的是手臂 那手臂的前兩個心肺呢 第一個是登山者是Mountain Climber 然後第二個是Burby 所以登山者是非常簡單 因為沒有什麼好多說的 後懷用完以後 膝蓋往胸部的地方移動 然後越開越好 然後這個動作呢 持續30秒 然後之後換成是Burby Burby也不用多說了 也是一樣持續30秒 然後接下來就到我們手肘 手部的運動 那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訓練的是我們的Tricep 所以就像我之前其實 影片都有介紹到 做Tricep的Push Up 這時候呢 你的手肘 你的手掌跟你的肩膀呢 是呈現直線 是呈現直線 然後手肘要往身體兩側貼近 這樣是訓練你Tricep的Push Up 然後呢30秒之後換成是肩膀的Push Up 所以等於說就是正常的Push Up 手呢 放在身體兩側 然後往兩側抬 然後這個動作同時也可以訓練到你的胸腔 然後也是要維持30秒 然後最後一個呢 我要叫的就是Bicep 然後如果你 我今天要帶的是用彈力神來做 但如果你沒有彈力神的話 你可以使用的是 兩個有重量的寶特瓶 或是任何你手可以Hold住的東西 然後記得 手臂呢要貼緊你的肋骨 然後這樣子Bicep Curl 那如果你有用彈力神的話 這是我今天要教的 我會這樣做 先把彈力神呢 放在腳後方 然後上半身起 大概45度 然後維持這樣的姿勢 然後curl你的手臂 然後這樣同時還可以練到你的核心 然後也是一樣做30秒 然後你可以只是這樣curl 或是你也可以往上Hold 就是看這30秒裡面你要怎麼去玩 然後以上呢就是手臂的部分